第五波疫情下,楼市表现平淡。过往新春街节的小阳春也没有出现,近期更出现不小辞货10年以上的长情业主。在形有预配的赞幅下降价套现。香港置业首席联席董事麦超成表示,官堂例港城36座低层G室两房单位。 实用面积约517方尺。业主员以698万元放盘。日前减价43万元。中以655万元售出。持货于19年。现账免收益约517.5万元。赚幅于3.76倍。 中原地产分区营业经理柯勇表示。将军澳新都城一旗两座低层F室。实用面积364方尺。业主员叫价713万元。日前减28万元。即以685万元沽出。 原业主于2005年1月以152万元买入单位。持货于17年。账面获利533万元。赚幅近3.51倍。 美联物业区域经理方吉和清。东冲影湾原第一座低层C室两房单位。 实用面积488方尺。业主于2001年底以161.6万元购入。刚以618万元沽出。账面获利约456.4万元。赚幅约2.82倍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指出。 目前疫情严峰。不少客户取消看楼。令成交淡静。欲卖楼的业主要减价以吸引买家承接。此情况或要致疫情换和后才可改善。该行于过去两日所录的十大屋远周末成交只有6宗。 按周跌一半。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报小明也称。疫情反复不定侧外楼市交投。市场在放盘叫价回落后才绿得成交。 他相信。只有在疫情受控后。购买力释放下。楼市才有望出现小阳春。该行统计的十大屋远周末成交。 过去两日六十钟成交。按周跌近百分之二十九。